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人间清醒 第85集,千里追妻 金夏像个逃兵一般,直接逃回了家中 姐姐立下给她打了质问电话,来这里出差 连见姐姐一面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金夏连忙解释,姐,不是的,我临时有事 什么事情至于那么着急? 连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吗? 我还有一个审核,赶时间,下次的 我一定第一时间去看你 金夏,立下换了一声妹妹的名字 忽然停顿了下来,不再言语 怎么了,姐,她和我求婚了,我有些乱 那你怎么想的?你和她纠缠了将近十年 别告诉我你不爱她 可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我害怕 怕什么?这可不是我姐姐的性子了 你若喜欢她,便嫁 我姐姐这么优秀,能配得上任何人 我怕蓝音续果 金夏忽然间沉默了,不知道该如何劝说姐姐 是啊,蓝音续果,才是最伤人的 我们现在这样挺好的 我怕一旦我全身心地依赖她,会得到我无法承受的后果 那她呢,怎么说?男人的话,听听便好,全部当真,那就是傻 尤其是情到深处的话,更是信不得 姐,你们已经纠葛十年了 是时候有个结果了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遵从自己的内心 问问自己,这个人到底是你想要的吗? 金夏理智地劝着姐姐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十年的纠葛,她早已看出 姐姐对那个严是藩,早已情根深重 挂断姐姐的电话 金夏失魂落魄地躺在床上,陆毅没有再发微信过来 想必她一定气疯了吧 又或者说,她根本不在意这件事情 像她那样的人,会在意一夜情吗? 金夏甩了甩头 决定不再想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眼下还是工作要紧 她打开了电脑,将这次审核结果整理好后,递交上去 随即,她又规划新的审核计划 下一个审核的企业是一家电器企业 在内蒙古 金夏与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取得了联系 制定了审核计划 随即,便准备出发前往内蒙古 她告诉自己,只要不停下来,便不会被感情所困 好吧,她承认,她就是一个胆小鬼 陆毅对她而言 就像梦幻中的人,可远观而不可浸完烟 她可以借着酒意与其发生关系 却无法在清醒的时候面对她 在感情方面,她不如姐姐勇敢 金夏准备好行囊,再度踏上了飞往内蒙古的飞机 接机的是一位年轻男子,看上去不足30岁 给她的第一印象便是阳光帅气,积极向上 她已经好久没有接触到这么干净的小男生了 男子姓关,明关博,热情地给金夏介绍内蒙古的风土人情 公司给金夏选择的住宿是一家五星级酒店 金夏开玩笑道,我以为贵公司会安排我住蒙古包 关博笑着道,袁老师先暂且在这里住下,待工作完后 我定会安排袁老师去住蒙古包 我开玩笑的,不必当真 我可没开玩笑,到时我带袁老师去草原骑马 去沙漠滑沙,我可没有那个体力了 你呀,请我吃顿正宗的烤羊腿便可以了 必须安排 和你开玩笑的,你回去休息吧,我也有些累了 明天另两位老师到了之后,便开始审核了 好,那老师先好好休息,我明日再来接老师 今天辛苦你了 谢谢 老师客气了,明天见 明天见,拜拜 拜拜 今下笑着,和关博说再见,看着眼前这个阳光大男孩 他忽然想到了谢霄,那个曾经一样阳光的人 可谁又能想到,那么阳光的人,居然会是一个亲日派 两人拍摄的电视剧和综艺下架,便是这个缘由 想到这里,今下的心忽有些落寞,知人知面不知心 好在,他已经离开了那个圈子 笑得这样开心,我竟不知你会这般饥不择食 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吓得今下浑身一颤,他小心翼翼地回眸,那个熟悉的眼眸 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瞧 今下心虚地别过眼 装作若无其事地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出差吗 陆毅轻笑一声,玩味地说着,我在找一个不负责任,落荒而逃的人 今下理亏,装傻道,那我便不打扰陆总了,先回去休息了 明天还有工作 陆毅呼得上前,抓住了今下的胳膊 沉声道,原今下,你还打算装傻到什么时候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大家都是成年人,非要我明说吗 就因为是成年人,才不该耿耿于怀不是吗 成年人就要负起该负的责任 陆毅,这样就没意思了 原今下,到底谁没意思 你睡都睡了,是不是要给我一个名分 今下立刻捂住了陆毅的嘴 凶巴巴地说着,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有胡说吗 你别闹了,好吗 我明天还有工作 你看我像胡闹的人吗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们聊一聊吧 今下无奈 只能点头答应 他可不想再听陆毅口出狂言 陆毅抬眸看了看楼梯 调侃道,去房间聊 今下连忙摇头 这家酒店旁有一个咖啡厅 我们去那边聊 好 陆毅笑笑,跟在今下的身后 他那点小心思,他早就了如指掌 你咖啡厅 你咖啡厅